未降低限内65岁长者及罹患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 确诊后病情恶化之风险 并及早给予抗病毒药物使用 彰化成功家用快筛卫教咨询站自即日起转型为 65岁长者及慢性病快筛确诊及抗病毒药物行动医疗站 现场有专业人员教导如何快筛看诊评估并开立抗病毒药物 提供一站式服务 让民众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治疗 避免转成中重症减轻专者医院的负担 因为现在政府的政策快筛就等于养性 直接就确认了 过去我们在这个19个地方是在做我们的家用快筛的一个咨询站 那现在就把它转变成我们的这个一条龙的服务 那针对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那而且你有这个慢性病风险的等于就是比较高风险 那会有可能转为重重症的这些乡亲 那在这边呢这19家就提供给大家 能够来到这边如果你不会做快筛 这边可以教你做快筛 那这边呢如果你真的养性 这边就直接给你探毒 然后呢就直接来给药 让你能够一条龙用最快的速度来这个治疗我们的一个身体 行动医疗站自5月27日开始试营运 服务期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至5点 及周六上午9点至12点 事半阶段将针对65岁长者及慢性病患者 由专业医护人员助站免费提供快筛阳性确诊 用药评估 高风险群体抗病毒药物治疗等一站到位服务 提高确诊通报时效及把握用药黄金时期 公益频道林义俊张化采访报道